大停電 當時有民眾在北投運動中心游泳 悠到了一半突然燈光全案 現場的工作人員為了安全考量 要求大家不要再下水 所有的人只好摸黑 洗澡 還有換衣服 其他的運動場館也一度暫停使用 對此台電也表示 是因為百齡便電所發生潰線跳脫 所以才會造成 台北市北投區的吉利街 還有陳德路七段 尊賢街 以及石建街一帶 總共就有1500多戶來停電 而貨爆之後 也已經派了人員來進行修復 也在下午的3點5分的時候 進行復電